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什么表情啊 什么好复杂啊 女神真有意思 真的假的 这个人这样子啊 请画出你心目中一美人的形象 确定吗 你们 他如果愿意的话 我可以我可以帮他化妆 我们说让他看一下 他本来就叫星星嘛 很符合他的气质 跟赵家伙约会你就 拿捏住了 哇哦 小朋友的玩具 他旁边有一个投币的 哦 小朋友的玩具 放进去 哇哦 33 你好张彬彬 你好庄宇 恭喜你代表我酷 两个人的小森林成为本期宠爱新愿丹的宠爱剧场体验官 根据你在两个人的小森林里的表现 我们为了帮助你挽回一个新意 打造了一日身份互换体验 帮助你更好地了解他的工作日常 尊敬彼此的理解 希望你在后面的剧情中 能勇敢追爱 是时候 好好地表达一下你的潜意了 小庄同学 摩底测试 在开始体验前 对庄教授对于美宝的了解和美妆知识储备进行测验 全国唯一美宝知识问答卷正式开始 对于美人微博小号关注了几个人 不会就选C 于美人的妈妈的对价是谁 王晋对王晋美 秀梅阿姨秀梅阿姨应该是王秀梅吧 对清水村模仿蜡笔小心拿瓢 是哪只手这也太夸张了吧 左手吧 以下名称哪个是口红 西瓜丁 黄瓜丁 萝卜丁 我感觉这里一个都没有呀 这哪有口红的 求助一点 没人理我 算了西瓜丁 请在下图中选出美妆蛋 这个这个这个 扫楼的时候也送过 请读题 请在下图中选出美妆蛋 这个呀 字的写法会有细微的差别 好 sorry 那选一吗 问答题 女生化妆时做这个表情 是在 这什么表情啊 打喷嚏 可以稍微感受一下这个表情 先做出你的回答 画眉毛 情节是铁皮的意思 就是很很坚硬 皮肤是铁的 黑蛋 赛云之大 赛云之大 什么意思啊 就是皮肤很好是吧 皮肤很好的意思 假设于美人有八件化妆品 他的竞争对手有15件化妆品 如果于美人每年买两件 问什么时候化妆数量可以超过 7吗 4年吗 脑洞体啊 啊 猜不出来 4年吗 4年 画题图 请画出你心目中于美人的形象 确定吗 你们 确定让我画吗 嗯 画完了 我是这样的 我是先画他的脸嘛 然后 他那个刘海是 一扭一扭一扭 这是他刘海嘛 然后他眉毛也很浓密 鼻子也很高 你看这鼻子很高吧 在画他的嘴的时候 我觉得他一直是一个 他的笑容 一直都是上牌牙跟下牌牙 都是露出来的状态 上面这个圆的是什么东西 他的帽子 由于我是先画的头发 才想到那个帽子 所以没有空间 画那个帽子 所以就带过一下 就是他出场戏的那个 大白帽子 然后 这肚子好像有点肥 对象 请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 你心目中于美人的形象 于美人 调皮 古灵精怪 体贴 爱你的心 24K纯精打造 绝不参加真真切切的哟 现在来做一下这个答卷的定证 第一题 错的 啊 正确答案是4个 你可以想一下都是谁 肯定是关注了庄宇的微博 前天 还有谁啊 这是小号 小号 关注了大号还有本人的号 关注了他自己啊 对 哇真的假的 这个人这样子啊 哦 这个第二个肯定对的 好啊 王秀梅 第三个呢 第三题错 啊 答案是C都拿了 啊 也计能跟孙冬精灵道话 都不需要孙冥的吗 第四题也是错了 啊 正确答案是萝卜丁 萝卜丁是属于什么颜色 因为它的造型很像萝卜 造型哪一款 你骗我的啊 哈哈哈哈 学到了 又学到了 第五题在提示下 肯定对的眼儿 女生在化妆机